全油管最快新闻 大家好,我是新闻主播 今天要为大家报道的是一个温情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王珊瑚姐妹中的小敏 28年来,小敏有三次机会离开家乡 而这三次机会都离不开她亲爱的姐姐的陪伴 20岁时,小敏被家里安排嫁给冰罗的男人 而在这个重要时刻,姐姐带着她来到校园散心 第二次是小敏生完孩子被退婚回娘家 姐姐带她去了更远的城市旅游 而今年9月,小敏迎来了她迄今为止最远的一次离开家乡的机会 在再婚前夕,小敏偷偷收拾出一个小背包 钻进一辆汽车后,无疑,她离开了家乡 这个故事温暖而感人,展现了姐姐对小敏的深深陪伴和支持 陪伴是一种无私的情感 无论何时何地,都能给人以力量和勇气 希望这样的姐姐的陪伴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和勇气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